依照醫院湧入民眾看診 最關心就是醫藥費 根據健保署公布最新藥價 今年一共17款藥品調漲 4551款藥品降價 預計4月1日上路 創下近11年來 調價品項最少記錄 預計健保藥費支出 能省下55.3億 不過藥師工會 全聯會理事長黃金順怒批 健保給付超過15年 老藥價格被砍 這次調價老藥又占了93% 大多是慢性病用藥 是要讓藥廠被砍架到受不了 退出健保市場嗎 恐怕導致國內600名慢性病患 無藥可用 總共大概占有78% 也就是3500多都是過產的 可以放心不太會影響到 還是可以減去成本分析 來跟健保署申請重新合價 有人質疑黃金順如今大酸 是因為去年11月 藥師工會全聯會原本 力建黃金順進入民進黨 不分區立委安全名單 但最後卻沒被列入 讓黃金順直言衝擊很大 才跳出來批評執政黨 其實各界更在意的是 所省下的費用 是不是能夠做更合理的分配 健保署以及食藥署 都有義務來針對這些疑慮 來做回應 到底要不要調降價格 最後賺錢的是藥商還是藥局 民眾就怕無藥可救 只怕能買得到藥 也買得起藥 記者余盛行 張婷玉台報道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進嘗嘗嘗ク 口號 四鈴鐺